欢迎收看本期看完吓一跳 必不可少的就是要经过港口 港口是具有水路连运设备和条件 供传播安全进入和停泊的运输枢纽 是水路交通的集结点和枢纽中心 中国是进出口贸易大国 海运的过程中少不了要经过一些外国的港口 而航行的时候不仅需要高额的过路费 所经过的商品还要受到很多限制 举个例子 中国80%的石油都是由西亚和非洲进口的 而中国的轮船要去西亚和非洲 必须要经过新加坡的马六峡海峡 而新加坡大家都知道 他们跟美国关系很好 人家不让你过你就不能过 所以马六峡海峡一直是遏制中国的一个咽喉要道 那么中国的轮船怎么才能摆脱这种困境呢 答案就在我们的友好的英国巴铁这里 在巴基斯坦有个叫瓜德尔港的港口 这个港口是中国因巴基斯坦的请求 为该港口建设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援助 该港口于2002年3月开工兴建 2015年2月瓜德尔港基本进攻 该港口建成后 如果中国从西亚和非洲进口的石油 如果直接在瓜德尔港停泡 然后再通过巴基斯坦的公路 直接运回中国 不仅能够摆脱美国和新加坡 对我们中国上船的遏制 而且中国部分石油的运输路程 将缩短85% 而且还都是更加安全的陆路交通 可瓜德尔港建成后 美国和新加坡却急眼了 这明摆着不是抢生意吗 如果中国上船 以后不走马六峡海峡 新加坡人会少赚一大笔钱 美国就少了一步棋 于是新加坡人拼了老命 来争夺瓜德尔港的运营权 而且一千就是四十年 就是不能让中国摆脱他们的控制 但是由于新加坡的经营不上 瓜德尔港连年亏损 最终巴基斯坦终止了跟新加坡的合作 把港口交给了中国人来运营 2016年11月13日 瓜德尔港正式开航 第一批通过的商船 就是中国的商船 很多外国媒体都在说 如果让中国人控制了瓜德尔港 将来再也没有国家能遏制他了